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4300这个关键的阻力位 我们将每天密切的关注新趋势的出现 现在投资者继续关注美国两党 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问题的谈判进展 分析师表示 如果美国的政客们不能就提高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市场将出现动荡 美国的经济将陷入灾难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满怀希望 我认为谈判非常积极 我被告知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共识领域 对于周五的会议被延后 我的理解是谈判正在取得一些进展 双方希望再次见面时有一些切实的东西可以谈 在我听来这是一个好消息 根据美国财政部上周五披露的文件显示 截止5月10日 用来支付政府账单的余额还剩880亿美元 一周前这个数字为1100亿 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本周二与国会人士进行债务上限谈判 他们之前原定于在上周五谈判 但由于整个周末 员工层面的讨论仍在继续 导致会晤被推迟 关于这个消息 一会儿我们会深入地讨论 此外 本周有美联储多位官员将发布讲话 其中鲍威尔将在周五发言也值得我们密切地关注 尤其是关于核实减息的问题 根据CME的数据显示 市场目前非常激进的预期 美联储最快在9月就会开始降息 因此美联储官员 尤其是鲍威尔的发言 必定会影响这个预期的变化 甚至如果出现过于超出预期的观点 股市也会因此发生剧烈的波动 那今天市场有多则需要关注的消息非常的繁忙 真的是第一天交易就不让我们休息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首先是今日上午发布的 美国五月份纽约联储制造业指数 结果数据远远低于市场的预期 显示出纽约的制造业状况非常的惨淡 又是一则数据肯定了经济衰退的迹象 五月的数据显示 纽约制造业指数从上个月的正10.8 大幅暴跌至负的31.8 同时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5 而且-31.8如此大幅度的下跌 是除了新冠时期以外 近20年来最大的单月跌幅 之前四月的数据突然反弹 一度给了大家制造业开始复苏的希望 结果五月的数据暴跌 也证实了四月只是昙花一现 并非趋势的逆转 而且更加麻烦的是滞胀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具体来看五月的数据 其中订单指数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暴跌了53点 触及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出货量指数也暴跌超过40多点 再次回到了负值的区域 另外整体经济环境指数同样也出现了暴跌 从上个月的正时暴跌至-32 很明显的经济衰退预期 工厂库存指数也降至2020年10月以来的最低点 未完成订单也有所下降 同时支付价格指标 在一个月前达到了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后 有所上升 收获价格的指标几乎没有变化 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 就业指标显示员工人数有所减少 但幅度小于上个月 同时工作时间也缩短了 总之整体的数据显示 制造业的通胀问题 5月至少没有好转 甚至还在恶化 支付价格出现了反弹 但与此同时 经济指标也在不断恶化 这都是很明显的滞胀迹象 在几周前的会员视频中 曾经就和大家说过 下半年我们将更多的听到滞胀这个词 那通胀我们都知道 其实滞胀也是一种通胀 全名叫做停滞型通货膨胀 而它指的就是 在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时 经济中的消费者需求也在不断下降 而因为国民消费是美国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等同于经济也在放缓 而这也正是最近我们看到的迹象 不过看到今天这样的数据 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意外 最近已经有大量的数据指向经济衰退 将要在下半年来临 而通胀最近虽然开始放缓了 但速度依然缓慢 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目前美联储基本上已经决定在夏季暂停加息 而就像我们开始所说的 现在市长最关注的就是核实降息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等待之后几个月的CPI和PCE通胀数据出现 才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总之现在美联储的加息或降息路径依然充满了很多未知数 在这里也要最后提醒朋友们 富途木木美港股平台现在的活动还有两周就要结束了 美国的观众注册并入金1000美元 即可领取15只免费的股票 每只最高价值2000美元 另外存入3888可额外获得一只苹果股票 所以最多可以获得16只股票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 新加坡和澳洲的朋友也都有入金活动 具体的活动详情请参考富途官网上的规则条款 或咨询平台的客服 除此之外也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市场总结还在每天更新中 第一时间为大家解读当日的头条新闻 会员视频也在不断的更新 不仅会有介绍我们精心挑选出的 可长期持有的大牛股的建股类视频 也有巴菲特指标这种科普类的视频 此外内部交易和大V建股汇总 在本周末也都刚刚更新了 分别总结了财报季结束以后 内部人士大量增值的股票 以及最准的大佬们强力推荐的股票 都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最后会员们的任何问题 我们也都会在会员圈详细深入的解答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和零股票的连接 放在接手栏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收回正题 下一则要关注的新闻 是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问题 以及究竟何时才是美国财政部现金耗尽 并且出现违约的那一天 现在市场把这个关键的一天 命名为X day 也就是X日 首先还是想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我认为这更多是一个政治事件 所以大家不必过度的担心 美国大概率不会允许债务违约的发生 只不过这个谈判过程会相对的煎熬 两党都想要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终就要看谁先做出妥协 因此接下来的几周中 这个消息必定会经常在头条出现 甚至导致美股出现短线的剧烈波动 但是我认为它并不会影响中长期的大趋势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可以就此展开讨论 美国总统拜登目前对与共和党人达成协议 并且及时地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 以避免债务违约持乐观的态度 他在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真的认为他们和我们都希望达成协议 我认为我们能够做到 因此我保持乐观 因为我也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 而且拜登还将白宫和国会之间正在进行的会谈 描述为谈判 这是在他此前坚持不会就债务上限进行谈判 数月之后的一个明显的措辞上的细微变化 反映了他的态度出现了一定的改变 毕竟还是要满足对方的一些要求 进行一些妥协才能够成功 拜登和国会四大领导人计划在周二 再次会面讨论债务上限问题 拜登发表上述言论之前 原定于周五举行的白宫会议被推迟 白宫方面表示 三天的延迟应被视为谈判取得进展的标志 白宫新闻秘书周五表示 过去几天的会议富有成效 领导人希望在重新集结之前继续进行会谈 最近民主党人花了数月的时间 抨击众议院共和党人的提议 该提议要求大幅削减联邦支出 以换取同意通过提高债务上限 就在上周四的时候 拜登还指责众议院共和党人 挟持我们的经济 所以在几个月来激烈的党派攻击的背景下 拜登在周日突然转变语气 的确值得注意 不过并不是所有参与会谈的人都如此的乐观 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麦卡锡 周一在国会大厦对NBC新闻说 我仍然认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很大 在我看来 他们还不想达成协议 他们似乎想让自己看起来是在开会 不过并没有在谈论任何严肃的事情 虽然民主党人不愿讨论共和党削减联邦开支的全面计划 但拜登在周日 似乎开始愿意接受共和党的具体提议 拜登还表示 他计划本周晚些时候前往日本参加G7峰会 他此前曾表示如果债务限制谈判要求他留在华盛顿 他会选择远程出席 所以因此也可以看出他目前充满了信心 虽然麦卡锡没有批评总统在谈判期间出国旅行 但他建议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需要在本周末之前 至少达成一项短期债务限制协议 以便在潜在的违约日期之前通过国会的法案 其实整体看起来这很明显是一个政治事件 两党都想借助这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的目的 所以过程虽然会跌宕起伏 但最终的结局大部分人都应该可以猜到 不过随着我们距离潜在的违约日越来越近 必定也会给市场引起一些波动 虽然目前白宫对违约日没有一个官方的发布 但是市场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 认为将会在6月1日发生 那违约日的意思就是 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在那之前提高债务上限 财政部将无法再支付政府的账单 所以至少本周我们可以暂时的放心 违约还不会发生 信用机构也不会降级 没有大家担心的世界末日来临 但坏消息是 正如VIX风险指数所显示的那样 股市对风险的评估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换句话来说 更有可能因为突发事件出现短暂的激增 高盛投行认为 由于债券收益率在2023年下降 推高了科技股的估值 同时美国经济增长依然相对保持坚挺 尤其是第一季度企业利润稳健 这都导致未来股市波动的预期有所下降 但不幸的是 这只会增加面临冲击时的脆弱性 包括美国债务上限和金融系统稳定性 所导致的担忧 所以如果在未来两周 债务谈判在某个时刻突然破裂 即便在经过一番闹剧之后最终达成了协议 但这个过程也很有可能引发市场的剧烈波动 而且历史先例也显示 随着我们接近违约日的来临 通常都要在最后一刻才能达成共识 但是这个挑战极限的过程 通常也都会给股市带来短暂的波动 摩根史丹利的策略师指出 在2011年 当时市场已经像今天一样动荡不安 当时的美股在谈判开始后就出现了回调 并且在决议后的两个月内继续下跌了12% 当然当时的股市也在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债务上限并非唯一的利空消息 和现在的环境有相同也有不同 但它可以告诉我们的是 如果拜登政府在这个谈判过程中整活 很有可能给股市带来激烈但短暂的波动 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此摩根史丹利认为 当前的债务上限争议仍然令人担忧 在达成解决方案之前 市场波动性可能会上升并保持在高位 大概率我们将看到区间震荡的市场 因此上行空间可能会非常有限 总而言之 关于债务上限的问题 从现在到6月1日将是市场最煎熬的两周 虽然大概率会达成协议 但这个过程会给市场带来很多的杂音 我们不必过度的解读 因为都是短期的影响 但是也不要因为看到相关的波动而过度的担心 在视频的最后 我们开始关注机构持仓的情况 第一季度13F文件的季节又开始了 也就是各大基金公开持仓的报告 首先我们看一下巴菲特旗下的 伯克希尔最新的持仓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在第一季度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尤其是在最近的银行业危机期间建仓了一支金融股 在第一季度急剧动荡的环境中 巴菲特建仓了著名的金融公司 Capital One Financial代码COF 文件显示巴菲特建立的仓位 总价值超过9.5亿美元 这家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金融机构 在最近的银行业危机中表现相对的良好 第一季度股价上涨超过3% 消息传出以后 它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上涨超过5% 与此同时 伯克希尔抛售了其在纽约 梅隆银行代码BK 以及USBank Corp代码USB的剩余股份 很明显巴菲特并不看好 这两家区域型银行的前景 巴菲特在之前一度表示 对银行的健康状况持悲观态度 称我们还没有结束银行倒闭的周期 美国的银行未来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动荡 自3月以来 最近的动荡已经导致3个中型银行倒闭 不过虽然巴菲特嘴上这么说 但是他心里对部分银行 以及金融机构还是充满了信心 比如刚刚建仓的Capital One 以及他进一步加仓的美国银行 代码BAC 此外他还继续减持了动视暴雪ATVI的股份 但截止3月底 他所持有的动视暴雪价值 依然超过40亿美元 微软斥资690亿美元的这笔收购 在今日终于获得了欧盟的批准 但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监管机构的反对 另外伯克希尔还保留了 其派拉蒙代码PARA的仓位 这家公司在盈利不佳 和大幅削减股息之后 仅本月就下跌了超过30% 不过巴菲特在伯克希尔的年度会议上表示 任何公司过度派息或大幅削减派息 都不是好消息 而且他深知流媒体是一项艰巨的业务 不过目前看来他愿意给派拉蒙多一些的时间 最后巴菲特对他的两个最大持股 苹果和美国银行在第一季度均小幅增持 但这主要是因为 伯克希尔首次将其 Janry保险子公司的股权合并在监管报告中 伯克希尔在1998年收购了这家保险公司 此前一直单独报告Janry的持股 所以本次并非真正的增持 除了巴菲特以外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大空头Michael Burry 之前他在推特上多次畅空美股 结果最新的13F文件显示 他在第一季度却突然的大量抄底股票 而且都是风险最高的股票 比如中概股 以及多只此前被重创的区域型银行 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谨慎的迹象 果不其然不要听他们说什么 还是要看他们做什么 那大空头掌控的Syan基金 在第一季度建仓了多只区域型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股票 包括纽约Community Bank Corp代码NYCB 还有巴菲特同样建仓的Capital One代码COF 以及Western Alliance代码WAL PACWest Bank Corp代码PACW Huntington Bank Shares代码HBAN 那这位著名的投资人 在3月中旬一度表示 在硅谷银行倒闭后 他预计银行业危机将很快结束 而不会造成严重的损害 他在一条已经删除的推文中说到 这场危机可以很快解决 我在这里没有看到真正的危险 然而事实证明 他的判断并不准确 5月1日 第一共和银行被监管机构扣押 成为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最大的银行倒闭时间 而且最新的30F文件还显示 大空头上个季度购买了价值200万美元的第一共和银行的股票 该股在暴跌之后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价值 很有可能大空头的股份也被完全的清零 当然它完全有可能在那之前抛售了股票 在这张图中的绿色部分 显示的都是他全新建仓的股票 看这个架势完全可以用疯狂扫货来形容 除此之外 他还大举加仓了 之前就持有的京东和阿里巴巴的股票 而且都是将仓位翻了数倍 这两只股票也都成为了他仓位最大的持股 那在现阶段大举买入中概股 不得不说是风险较高的交易 此外 他还建仓了一些银行业之外的新股票 比如说Zoom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暂停视频 仔细地看一下仓位的变化 总之可以看出 大空头增持了各行各业的股票 似乎反映了对美股相对乐观的态度 有别于他此前多次坚定抗控的观点 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 是著名投资人Bill Ackman 掌控的对冲基金Pershing Square 那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 他采用的是高度集中的投资 通常持有10只以下的股票 而这与一般大量分散投资的基金完全相反 因此他也很少建仓新股票 而在第一季度中 他突然买入了一只新股 正是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 总持股超过11亿美元 这家对冲基金购买了谷歌母公司超过1000万股股票 约220万股A类股票和810万股C类股票 因为该公司受益于人工智能的顺风 以及投资者将科技巨头视为防御的中间力量 Alphabet的股票在今年迄今已经上涨了超过30% 所以目前看来这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在其他方面 Bill Ackman小幅削减了他在Lowe's家装零售店 希尔顿全球 以及餐饮集团Chipotle的股票 好那以上就是三大机构第一季度的持仓变化 当然追踪这些信息 不是让我们直接去炒作业 而是通过观察大佬们的交易得到一些趋势 比如目前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巴菲特对金融行业的局部信心 以及机构们整体普遍的增持 反映了对美股相对乐观的态度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和评论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